校务行政系统的请假系统 一直loading,loading这样子的问题 这不只在我们学校有 那这牵涉到一个资安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浏览器快取 浏览器有时候会使用 你已经存取过的一些档案 造成一些 浏览上的一些问题 那通常我们只要按重新整理键 它会重新再抓取过 偏偏我们的校务行政系统 不可以这样做 它不允许你按重新整理键 那怎么样清除我们浏览器的快取呢 以火狐狸为例,请你点 右上角这里找到偏好设定 有时候你也在Windows底下 你可以使用工具里面的选项 偏好设定里面 有几个页签 其中一个叫个人隐私这个页签 一般也是设定成保留所有历史记录 这样子 你所存取过的档案 通常会在电脑上 留下一份 这样可以加速 我们网页的浏览速度 相对的 如果这个档案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 假设你登入过校务行政系统 常常会发现 你像这样子会发现 你的账号已经被记录起来 这些也是 在哪里被记录 在 偏好设定里面的个人隐私 就是这里 大部分浏览器都会做这个贴心动作 但是这个贴心动作 也隐藏了一个治安问题 也就是 让后面的人 很容易可以拆到 你的使用者账号 他只剩下密码这一关 相对的 资讯安全的 部分 就弱很多 接下来教你怎么样把这个 暂存区的快取 清除掉 请你点选 编号设定 然后点选个人隐私里面 你可以清除 最近全部 这边 最好全部都打勾 这是最 最安全 这样子他会帮你把所有东西都清掉 好我们来清一次 确定清楚 闪一下清掉的之后呢 当你再开启 浏览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什么 我们再点 消费行政系统 你会发现我刚才的账号 已经不见了 所以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被清掉 这样子 你就可以重新取得你最新的一个档案 那如果是空浏览器怎么做呢 一样在右上角这里 请点选 设定 设定里面有一个历史记录 你可以清掉你所有的东西 这边你可以清除你所有的东西 把它全部清掉 清除资料 一样 会出现你要清多久之前 不限时间 全部 连密码都清掉 这边 尤其你到陌生的 的环境里面 建议你 不要 留下 各种资料 各种资料在人家的浏览器上面 那顺便值得一提的是 火乎里有一个 功能叫做 隐私 模式 他就是不会记录你任何的东西 所有东西重新下载 当浏览器结束之后 就全部删掉 那在 空里面 他有所谓一个叫无痕模式 这个 状况一样 你可以 善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增加你自己在网络网络上的安全 尤其是你在陌生的 电脑上面 这个动作切记要记得 准备 的 这个 有关 都 你 这